光明之神阿波罗可以说是奥林匹斯山上公认的最英俊潇洒和最阳光的主神 可为何阿波罗的爱情一直求而不得 无论是追求女神达夫妮还是英俊少年亚新托斯 今天让我们一起了解阿波罗和达夫妮之间七美的爱情故事 阿波罗为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 是神王宙斯与暗夜女神乐托的儿子 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是他的孪生姐姐 他主管太阳 医药 序幕 音乐等多个领域 是人类的保护神 太阳之神 预言之神 以及迁徙和航海者的保护神 达夫妮为和神匹里奥斯的女儿 他崇尚月亮女神 想追随她成为一个永恒的处女 阿波罗一天在奥林匹斯山上漫步 看到小爱神丘比特正在玩耍 丘比特手持一把弓箭 神情调皮 阿波罗毫不客气地警告他 小朋友 弓箭可是很危险的东西 不要随便拿来玩 然而 这个不经意的警告 却改变了阿波罗一生的爱情命运 丘比特手中的弓箭有两支 其中一支是黄金制成的利箭 射中的人会陷入燃烧的爱情之中 而另一支是牵制的顿箭 射中的人会对爱情产生极度厌恶 丘比特被阿波罗的话气得不轻 他趁着阿波罗不注意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用爱情之箭射向了阿波罗 阿波罗心中顿时燃起了一团烈火 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爱情冲动 这时 和神的女儿达夫妮出现在阿波罗的视线中 调皮的丘比特则将那支牵制的顿箭射向了达夫妮 刹那间 原本美丽的达夫妮变得对爱情深感厌倦 被爱情之箭射中的阿波罗深深地爱上了达夫妮 他毫不犹豫地向达夫妮表达自己的爱意 然而 达夫妮却冷冰冰地说 走开 我讨厌爱情 离我远一点 说完他如羚羊般急驰而去 但是阿波罗并不灰心 他拿起竖琴 弹奏出优美的曲子 无论谁听到阿波罗的琴声 都会情不自禁地被吸引 走到他面前聆听他的演奏 躲在深山中的达夫妮也听到了这美妙的琴声 他不自觉地陶醉其中 他说 哪来的这么动人的琴声 我要看看是谁在弹奏 说着 他走向了阿波罗 达夫妮发现了阿波罗 他拔腿就跑 阿波罗在后面苦苦追赶 并大声叫喊 我又不是你的仇敌 也不是凶猛的野兽 更不是无理取闹的满汉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呢 尽管阿波罗不停地对达夫妮呼喊 但他仍然当作没听到 继续向前飞奔 不过 达夫妮跑得再快 也快不过阿波罗 跑了好一阵子 达夫妮已经筋疲力尽 上气不接下气 最终 他跑到一条大河前 眼看着阿波罗就要追上 达夫妮急得大叫 父亲 帮帮我吧 这时候 河神听见了 女儿的求救声 立刻用神力 把它变成了一棵月桂树 眼见达夫妮的身体 化作树木 阿波罗心中充满了 懊悔和悲痛 阿波罗跪在月桂树前 抱着这棵变换成木质的身躯 泪水滑落 月桂树却在风中摇曳 仿佛在安慰阿波罗一般 阿波罗深深地爱着达夫妮 尽管她已经变成了一棵树 她决定用月桂树的枝叶 制作头冠 用木材制作树芹 并用树上的花朵 来装饰她的工 阿波罗感激地凝视着月桂树 深情地说 你虽然没能成为我的妻子 但我会永远地爱着你 我要用你的一切 来纪念我们之间的爱情 变成月桂树的达夫妮 听到这番誓言 她的树枝轻轻摇曳 仿佛在回应阿波罗 或许是阿波罗的祝福 月桂树中年长绿 成为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植物 阿波罗回到她的皮提亚岛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运动会 皮提亚竞技会 这项赛事在古希腊 是一场祭宪太阳神阿波罗的重要活动 人们为胜利者带上月桂之冠 由此起源了后来桂冠的荣耀之名 这场竞技会成为古希腊四大周期性赛事之一 规模仅次于奥林匹克竞技会 阿波罗的爱情故事也传颂开来 更增加了人们对太阳神的爱戴之情 愿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温暖你的心灵 让我们一同沉浸在神话的世界中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继续徜徜徉在希腊神话的世界中